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制造商,为苹果、辉达等客户提供晶片制造、先进封装技术等服务。 从业绩来看,台积电二季度合并营售为6735.1亿新台币,同比增长40.1%,高于分析师预期。 净利润录得2478.5亿新台币,同比增长36.3%,同样超出预期。 台积电此前8月销售额同比增长约33%,达到2508.7亿新台币。 摩根大通表示,台积电在第三季度迄近的营收已经达到了摩根大通预期的68%。 该公司8月的强劲销售表明,第三季度业绩可能会超过其指引。 该行维持对该股的增持评级,目标为1200新台币。 二级市场上,台积电今年以来股价累积上涨近65%,最新市值为25.34兆新台币。 10月上旬,台积电和晶片封装公司AMKER宣布,两家公司已签署了一份量解备忘录,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合作进行晶片生产、封装和测试。 两家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,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非常接近,将加快整个晶片制造过程。 根据协议,台积电将采用AMKER计划,在亚利桑那州皮奥里亚市兴建支新厂所提供的一站式TURMP先进封装与测试服务。 台积电将利用这些服务来支援其客户,特别是那些使用台积电在凤凰城先进晶圆制造设施的客户。 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前段晶圆制造厂与AMKER近在支持的后段封测厂之间的紧密合作,将缩短整体产品的生产周期。 台积电早些时候承诺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造一座价值40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厂,这位于AMKER的这笔交易奠定了基础。 苹果去年证实,AMKER将对附近台积电工厂生产的Apple Silicon晶片进行封装。 科技记者Tim Copan最近报道称,台积电美国工厂已开始小规模生产A16晶片,该晶片于两年前在iPhone 14 Pro机型中首次亮相,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机型也使用A16晶片。 并外,据多家媒体报道,台积电在2奈米制程节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。 不过,2奈米工艺将继续涨价。 据媒体报道,台积电每片300毫米的2奈米晶圆的价格可能超过3万美元,为4奈米5奈米晶圆价格的两倍。 另有报道称,首个长线N2先进工艺的客户很可能是科技巨头苹果。 台积电在2奈米制程节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的背景之下,将首次引入Gate All Around FETs,也就是GAAFET电晶体技术。 此外,N2工艺还结合了NanoFlex技术,为晶片设计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标准元件灵活性。 据报道,相较于当前的N3E工艺,N2工艺预计将在相同功率下实现10%至15%的效能提升,或在相同频率下将功耗降低25%至30%。 更令人瞩目的是,电晶体密度将提升15%,这标志着台积电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又一次飞跃。 不过,伴随着技术的升级,成本也相应攀升。 由于台积电每片300毫米的2奈米晶圆价格可能突破3万美元大关,高于早先预估的2.5万美元。 相比之下,当前3奈米晶圆的价格区间约为1.85万至2万美元,而4奈米5奈米晶圆则徘徊在1.5万至1.6万美元之间。 显然,2奈米晶圆的价格将出现显著增长。 台积电正在建造两座晶圆厂,利用其2奈米级工艺技术制造晶片,并赤资数百亿美元购买超昂贵的EUV曝光设备,其中每台设备约2亿美元等。 此外,N2工艺将使用多种创新的生产技术,这将使台积电的成本高于N3E。 一般来说,N2可能会增加更多的EUV曝光步骤,这将增加其成本。 例如,台积电可能需要退回带有N2的EUV双重图形,这将增加其成本。 因此,代工厂将这些额外成本转嫁给客户是合理的。 半导体业内人士分析指出,晶圆厂在先进制程上的投入是巨大的。 例如,300米制程的研发投资就超过了40亿美元,而关键供应链的支援功不可没。 这些投入未台积电及其供应链伙伴,如IP提供商和相关制程耗材厂,带来了显著的营业额增长。 随着先进制程开发成本的指数型增长,有业内IC设计公司高层透露了从28奈米至5奈米制程的开发费用变化。 28奈米开发费用约为0.5亿美元,而到了16奈米则需要投入1亿美元。 当推进到5奈米时,费用已高达5.5亿美元,其中包括了IP授权、软体验证、设计架构等多个环节。 对于代工厂来说,投入更是巨额。 以300米制程为例,调研机构认为需要投入40亿至50亿美元,而构建一座300米工厂的成本则至少约为150亿至200亿美元。 供应链业者表示,先进制程的投入是一个漫长且资源消耗巨大的过程,涉及研发人力、设备、软体、材料等多个环节,且往往需要7至10年的时间。 以2奈米制程为例,其路径在2016年就已相当明朗,但直到近期试产实程细节才逐渐明确。 台积电已规划N2工艺于2025年下半年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,预计客户最快可在2026年前收到首批采用N2工艺制造的晶片。 而首个长线这一先进工艺的客户,很可能是科技巨头苹果。 也有分析认为,如果每片晶圆3万美元的报价是准确的,那么使用N2而不是N3,在获得15%的电晶体密度的同时提高效能并降低功耗,是否对台积电的所有客户都有很大的经济意义,还有待观察。 苹果公司准备在2025年下半年使用N2,因为它每年都需要改进iPhone、iPad和Mac的处理器,尽管预计这些产品只有在2026年才能获得N2晶片。 其他大客户通常在1.5年至2年内赶上苹果,所以到那时报价可能会低一点。 随着2奈米制程预计在2025年问世,供应链业者有往迎来获利成长的爆发期。 此外,由于2奈米制程需要将晶圆研磨至更薄化,材料方面也有中砂和生阳半导体切入钻石碟、再生晶圆等领域。 在再生晶圆方面,2奈米的产值约为28奈米的4.6倍。 随着挡空片进入先进制程后,片数用量也会相应提升。 对业者来说,这将是一个量价齐扬的商业机会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